我們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我們的民俗專家周映君老師 來幫我們介紹今天拜拜要拜什麼 但不是今天要拜拜是農曆七月也即將到來 但是我們今天提前跟大家來做介紹 因為其實農曆七月很多人都會想說 到底要怎麼拜才是拜的比較有誠意 怎麼拜才可以拜出開運 哇神家寶平安 這個我覺得拿去拜農曆七月拜拜的時候 跟拜神明都是很澎湃 那上面這個包裝這麼大 而且上面寫一個吉祥話叫做 全家寶平安 其實真的 而且它是整年寶平安 整年都很澎湃 其實我們拜拜的時候 其實供品上面寫的吉祥話都特別有力量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叫做加倍的放大 有時候如果說你覺得自己這個家裡啊 今年都沒有那麼平安的話 其實你要記得喔 其實你要選這個吉祥話呢 一定要寫有平安的吉祥話 對其實因為我們都一直講說 七月十月拜拜 不能跟好兄弟什麼 去祈求什麼 但是呢我們沒有祈求 不過呢我們的整箱上面就已經告訴他說 我就是要錢家寶平安 對所以既然講到拜拜呢 我們一定要請到我們的民俗專家周老師呢 幫我們呢介紹一下 到底要怎麼拜才會開運 而且拜拜的流程是什麼 我們拜拜呢 中元節拜拜有拜兩個對象 一個就是普渡宮 一個是好兄弟 那我們拜拜呢一定要先拜普渡宮 然後普渡宮呢拜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拜好兄弟 那普渡宮你一定要先給它專門的一個 我們講FURO 那你一般可以用米 裝米然後這樣擦 而且要擦山柱香 那普渡宮呢其實它就是 它本身自己也是五者 它是屬於維持秩序的 例如說這個地方的管區啊 或是老大啊 這些送好兄弟當中最厲害的那一個 它會幫你維持這個秩序 所以一定要先拜土地宮 然後貢品呢 擦完香擦完三輪之後呢 最主要就是要休息一下 那現在呢其實房間呢很方便喔 拜普渡宮呢它都有專門 普渡宮的一個金座 對金座 因為我們你看 這個是我們秘瑩好好玩 有準備這個 等於整套都放 我們工作人員真的很貼心耶 今天不是農曆七月喔 但是搞得跟農曆七月一模一樣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有做葡萄金 那這個普渡金就是要拜普渡宮用的 所以說一定要記得要煮 還有就是 當然就好兄弟的金座 這個也是整套的 所以現在就很多那種整套的 對整套的 或是大賣場都會有賣 包含剛剛有人說那個旺旺 哪裡有賣 其實呢在大賣場都有 所有的大賣場都有 例如說什麼佳樂福啊 萊爾富啊 各大超商通路都有 所以你不要問我三輩賣喔 那個都完全沒有問題 那這些金座呢 我們剛剛這個就是 這是普渡宮 那就是拜普渡宮 這就是要拜好兄弟的 那就整套整套你看 那你很好玩 真的相當貼心 你現在還算 觀眾朋友 一個叫做新臉盆 哇 這個臉盆 對老師剛剛講的重點 臉盆 一般我們拜拜的時候 一定要用新的 對 你不要拿去泡過襪子 內衣褲的啊 泡過腳的 還當這個臉盆來用喔 不要省這個錢 一般好像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媽媽呢 她都會去買這個新的臉盆 然後裡面都會裝水嘛對不對 對 因為你拜拜的時候 就是要讓 因為好兄弟風神風風風的 所以我們要先讓它舒適 那再來就是要一個臉盆 還有就是要有個毛巾 對 那這個毛巾你怎麼鋪都沒關係 你是要放這樣 或是要把它放這樣 記得裡面要放水 是 就放在我們要普渡的所有 在公平的頭前 到店裡這樣一仔的拿著 或是你真的沒用 你用那個 就放地上也沒有關係 這個都沒有關係 一般的習慣就是可能放一個小凳子 小凳子 小板的把它放上去 因為通常我們就是放在地上 就好像比較沒力 對啦 如果說放一個椅子 墊起來 它就是會比較有力 比較好 對 就是相當好 所以一定要讓它舒適 大家來都要洗手 對 洗一個手來就開始 你準備好的鋼盆 這是香炒的第一輪香炒 對 你就要先收勁衣 那時候勁衣 要先收勁衣 對 好了 那如果說我們已經拜完了 比較快要煙盆了 對 來 我們來看看喔 就是要拜葡渡宮 葡渡宮 金先燒 葡渡宮的金子先燒 好了 燒完了以後 再來燒好兄弟的這些 OK 他的那個金子 燒完之後 記得把那個 我們剛才有拜的時候 可能那個 葡渡宮的頭前 我們有三塊錢 那用這個醬來說 我們能讓他煎一下 好 才讓他煎一下 所以了解 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的話呢 最先燒金子 一定要先燒古渡宮的金子 對 之後呢 才燒這些 好兄弟的金子 對 那個記得喔 要收的時候 那些東西要收起來 記得那個椅子 這桌上 要先給他 頂上一下 讓他頂上一下 才可以開始收 不能 因為你沒有動 沒有動他 他不知道他還在吃 那你就收了 就像在那裡的廚房 不行 我們就要頂上一下 整個桌子動一下 再開始收 那記得剛剛不是告訴你 有一桶的這個叫做臉盆的水嗎 對 那個臉盆的水就是要開始滑出去 那滑出去 代表就是說要結束了 代表宴會結束了 好兄弟可以 各自回家了 你要的東西你可以帶走 是 所以老師剛剛講一個重點 如果我們要收這個貢瓶的時候 我們桌子呢 一定要先這樣搖晃一下 對 代表就是說呢 提醒好兄弟說 我們這個宴會要收了 要完了 快要完了 然後最後那個臉盆的水跟酒 都要往外滑 對 那個酒是酒 對 對 對 所以是洗臉的水要滑出去 洗臉的水 就是滑到那個水 這樣告訴你 我說 我這張臉盆 老師 那其實呢 我們知道拜這種一般糖果餅乾啊 那一般都會拜 那其實呢 我們知道拜水果 其實拜什麼樣的水果會比較好 或者是說呢 什麼水果呢 不要拜 或是一般 比較不喜歡拜的水果有哪些呢 比較不喜歡拜 他道教來講 道教來講 道教的說法 對 就是糖果 這個是小番茄 對 有的有一種大番茄 都不能拜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來說 他比較臭尖 為什麼 他就是 那個水溝旁邊 他就能打到這樣 一大堆 一大堆 都是這種小番茄 對對 所以他叫臭尖 臭尖我們就不能上貢桌 所以說 所有的那個糖果都不能拜 就是 番茄一般的習俗 不喜歡拜 對對對 啊還有就是這個叫 芭蠟 芭蠟 芭蠟就是因為你看 芭蠟以前的 現在人家比較好名 都吃芭蠟的那個 沒有吃裡面的那個籽 對 以前的人都連那個 吃的都吃下去 對 吃下去以後你 明天見啦 拉出來的時候 可以跟你講 很簡單 以前是不是要去 對 他還可以這樣 哇 所以說這個東西 就因為我們認為他不結 所以不上貢桌 對 但其實呢 水果都是營養價值很高的 這都可以吃 對 不要有掛愛 只是說一般 傳統的道教習俗 這個道教習俗 這兩個東西 一般是沒在拜的 或是說佛教習俗呢 有些人他也不會拜那個釋迦 對 一樣就是好像佛陀 因為佛的頭 有沒有 所以很多人也沒有拜釋迦 但是我覺得 準備任何貢品呢 其實心無掛愛 是最重要的 這種時候你不小心拜了 心也不要乖 因為你的誠心 才是最重要的 對 對 那老師 那其實呢 還有人說喔 什麼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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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龍眼都一定要拜 好,所以其實我們大家不要有錯誤的觀念 好像什麼香蕉啊、水梨啊、梨汁啊都不可以拜 其實沒有這一回事 那我們只是剛剛講說任何水果都可以拜 只是傳統習俗比較不喜歡拜芭樂跟番茄 然後佛教也有不太愛拜就是釋迦 所以這三個你如果說因為有心中的寡愛 你可以能避免就避免 那其實其他水果都可以拜 尤其我過年,像一般過年也好 中元節也好我都會喜歡拜鳳梨 越旺 拜拜就是要越拜越旺啊 鳳梨很多人都鳳梨都會來拜 但是就是有一個錯誤的謠傳啊 他說七夜不拜鳳梨 那其實是沒有關係 當然沒關係啦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就是七夜不拜鳳梨 不要跟我說是 不要跟我說是Google大神說的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任何鳳梨都可以拜 心存善念 尤其呢我覺得像鳳梨啊 甚至於像有一些品牌的糖果餅乾 例如說旺旺啊 也都還蠻值得呢 大家去做的 因為我們拜拜呢 本來就是要越拜越旺嘛 我們要取其呢 這個諧音 取其妙意 讓自己呢 可以運勢呢 一飛沖天喔 那最主要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呢 今天呢 除了水果不能 水果的話 剛剛講的這三個 就是恩親的這個部分吧 芭樂、番茄或世家 盡量不要拜 那還有呢 不要拜生食對不對 對 那個 因為生食大家都知道嘛 其實因為 拜拜千啦 千啦 千 你可以想看嗎 如果說你在那邊拜 尤其是七月 對啊 那個一拜 稍後就炒過 就壞掉了 不能吃 而且不是不能吃 它會賞細菌 對 甚至有些東西都真的是會 把我們本爹的東西 會成為難打 所以這個就 你盡量就拜 心明的東西 對 就是一定要煮熟 烘調過的 來拜這樣子 對 好 拜拜真的可以拜旺旺嗎 喔 拜旺旺是特別好 當然喔 剛剛有講過 其實我個人呢 每次拜拜呢 我個人的小配方就是 我一定會拜旺旺 因為你不要求 我們一直告訴你 我們是在浮度 我們是在補 就是在補死 那補死就是你不能求 不能求就是不能跟他講說 我補病我怎麼 你不能幫我補病 那我呢 我不跟你講補病 但是我的心意要怎麼傳達 旺旺 其實 你要讓我旺旺 叫全家寶平安 吉福 金鋒派 都是這樣子嘛 我用我寫的 像下來啊 我們不是我求的 就是要讓你 如果說你覺得可以的話 啊你吃飽飽 東西還給你乾掉 那你當然就是要跟我這樣子 對 其實我覺得呢 剛老師講一個重點喔 其實我們今天呢 既然是在布施 我們在施實 你今天有心來布施 本來就是無所求的嘛 所以你 當然不能跟好兄弟說 啊 我今天拜這個貢品喔 拜你喔 你要保佑我什麼什麼 不要講保佑 但是因為不能講呢 但是你又很想要無形當中呢 得到一些好善意的回饋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選擇了 例如說有一些貢品啊 上面包裝啊 都有寫說什麼 全家保平安啊 這就是了表心意啊 有拜有保佑 對 馬上就讓他知道說 原來你要的就是這個 那他自然呢 就不會找你老闆 所以就是 全家保平安 欸 我剛剛看到喔 不只全家保平安耶 這裡還有知道 有拜有保佑 還有有拜有保佑 好特別喔 好可愛喔 還有就是我們 我們要拜好兄弟的時候 記得喔 一定要 就是我們要 點一束香 啊這些香喔 因為當中笑 當中笑 當中笑很短的嘛 對 那再來就是 我們一定要 每樣貢品都要放平 就要插一束香 好兄弟才知道說 這是個拜祢的 對 跟大家分享個小配方 我拜拜的時候呢 我真的會拜旺旺 真的 這是我個人的 個人的訣竅 因為我也很 我也很喜歡拜旺旺 因為怎麼講 他就是旺旺嘛 對 就是我要拜 啊有越拜越旺 但是我又不能跟他講 啊好兄弟 你有保佑我越拜越旺 我又不好意思這樣子講 但是我用旺旺放的 他就知道說 我就是想要怎麼做 可惜愛來紅的藝術 其實我覺得品牌也是滿重要的 對 中元節啊 公司團體要怎麼辦 才會旺 好 這個呢我個人呢 就還滿有經驗的 其實呢如果說 你公司要補度的時候 你要記得 公司補度 你的貢品一定要多 你不可以小氣 我覺得你越小氣 其實呢 你的心量不夠的時候 你也不會旺 對我覺得這個可以排一多 全部都把它排在 其實我跟你說 其實有些貢品 最怕什麼 有些人去採購的時候 最怕貢品這樣 零零三三的 對還有就是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如果是公司在團辦 那你如果說這些東西 全部東西 加一加旺旺的產品 它是一箱一箱的 它在拜拜 所有的職員啊 員工啊 可以再自己 我最喜歡這一盒了 對 金鋒盤 其實呢拜拜 一定要鋒盤 也就是你可以準備 我剛剛講 上面一定要寫吉祥盤 現在呢坊間都有一些 很厲害的包裝 例如說呢這個就是 祈福金鋒盤 這個帶金就是有財 所以你要招財 公司行上要招財呢 一定要拜 黃色的貢品 例如香蕉也可以 對黃色的 或者是這種黃色包裝的 然後呢 如果你要合家平安的話呢 你可以拜這種 哇 感覺就是 很有很有很有 這種價值感 對 看起來就很超級 就是全家平安 而且整箱澎澎澎 整年寶平安 重點是好收啦 這樣看就走啊 別拿走就沒到 因為有時候 如果說公司團拜的話 他拜很多東西 因為他不可能 老闆自己拿回家吃嘛 對 一定會給員工大家 那你這樣子 他等一下大家都 趕著噴 大家每個人都拿回家 非常非常的棒 沒錯